现在要找跟我们一样高的艺人 好像很难 太难了啦 很难喔 看到黄紫娇 娇哥没来也中枪案 动力火车魁为五年 唱进小巨蛋 智琳叔叔直接把女儿的偶像 请来当嘉宾 原本是想给个惊喜 没想到居然被他爆雷了 有一次我们 我跟秋星他们一起吃饭 突然我大女儿就说 那你知道了你们的 你们的嘉宾到底是谁了吗 他就突然回答说 你今天请啊 他就过功了 我跟老婆就互相看 摇头 然后女儿就尖叫 刚刚就我今天请了 你听她的尖叫声 应该就是她的声音吧 刚志领哥有秀一下M字腿啊 你跟他来 志领哥起来 可是秋星哥都没有秀到耶 我是Rocker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秋星哥没有性感的一面吗 性格在老婆的面前 对 我只有在老婆的面前 在这里没有性感的一面 我也没有乳沟 她有乳沟 我没有 她有腹肌 我也没有腹肌 所以是没有办法 我只有长相 而唱完台北小巨蛋 五月他们也将进攻高雄巨蛋 会不会有惊喜桥段 他们简直太诚实了 一模一样 应该是同一个那个嘛 就是同一个演唱会嘛 可能唯一不一样就是嘉宾吧 但是保证还是很好看啦 好不好 公司会骂我 叔叔们完全太可爱啦